我们来练第六十七篇的经文 第一节 诗歌 交语 乐观 何以弦乐 第二节 愿天主怜悯我们 并祝福我们 以自己的慈爱荣光照耀我们 为使世人认识他的道路 万民得知他的救赎 第四节 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 愿列邦都赞美你 第五节 万民都要永药欢欣 你以正义统治世人 且在地上领导万民 第六节 愿万民都称颂你 愿列邦都赞美你 第七节 大地已经为我们 生产白果与五谷 天主 我们的天主 给我们赐下祝福 第八节 愿天主 给我们祝福 愿万民 都敬畏天主 好的 我们现在来讲解 第六十七篇的经文 天主 因为 纪念你的爱 所以在 前面的两篇 四篇中 我们 已经讲解到 我们 激发我们的灵魂来赞美主 并且是用虔诚的歌声 我们说 哦 我的灵魂啊 要赞美你 我的主 英文是 Blessed out O my soul The Lord 因此 如果我们在 前面两篇 四篇中 激发我们的灵魂来 赞美一主 那么在这一篇 四篇中 我们这样说 那会是 非常 合一的 我们请看 四篇 第六十七篇 第二节的 前半段 愿天主 怜悯我们 并祝福我们 英文是 May God have pity on us and bless us 让我们的灵魂 赞美天主 并且 让天主 来 祝福我们 当天主 祝福我们 的时候 我们就会 成长 并且 当我们 祝福 称颂天主 的时候 我们就会 成长 对我们来说 这两项 都是有益处的 天主 祂不会 借着我们 对祂的 称颂 而有所 加征 祂也不会 因为我们 对祂的 咒诅 而有所 减少 那些 咒诅天主 的人 祂自己 受到了 亏损 那 称颂天主 的人 他自己 却 得到 加征 首先 在我们里面 有着 天主的 祝福 并且 那个结果 就是 我们 也会 因此 而赞美 天主 前者 就是说 天主 对我们的 祝福 是下雨 而我们 对天主的 祝福 称颂 则是 果实 这个情况呢 就像在 圣若望福音 第十五章 第一节 所说的 耶稣的 父亲 是 元丁 元丁的英文是 husband man h-u-s-b-a-n-d-m-a-n 他 在我们 身上 下雨 并且 修剪 我们 那么 我们 称颂 天主 就像是 结出了 果实 一样的 献上 给天主 这也 正如 在 格林多 前书 三章 九节 中途 这样说 我们 元是 天主 的助手 你们 是天主 的装 田 是天主 的 建筑物 英文是这样的 God's husbandry you are God's building you are 在 这个世界 可看见的 事物之中 枝条 葡萄树的枝条 不是一个建筑物 并且 一个建筑物 也不是葡萄园 但是 我们是天主的葡萄园 为什么呢 因为 他为了得到果实 他修剪 他修剪我们 我们是天主的建筑物 因为 天主 他修剪我们 住在 我们里面 所以 我们是天主的 建筑物 说 哥林多 前书 三章 九节的 那位 使徒 他 在 哥林多 前书 第三章 第六到七节 也这样说 我栽种 阿波罗 浇灌 然而 使之 生长的 却是天主 可见 栽种的 不算 什么 浇灌的 也不算 什么 只在那 使之 生长的 天主 英文是这样的 I have planted Apollo has watered But the increase God has given Therefore Neither he That plants Is anything Nor he That waters But he that gives The increase Even God 使之 生长的 却是 天主 他自己 或许 宝露 和 阿波罗 他们也是 园丁 因为 宝露 他被呼召 做 栽种 的 园丁 而 阿波罗 被呼召 来 浇灌 水 但是 中途 他却说 I have planted Apollo has water 中文是 我 栽种 阿波罗 浇灌 我们 是否 因此 而会 问说 是不是 宝露 或者是 阿波罗 他们 自己 做了 这事呢 中途 宝露 他 这样 回答 我们 请 看 格林多前书 第十五章 第十节的后半段 其实不是我 而是天主的恩宠 接同我 英文是这样的 Yet Not I But The Grace of God With Me 因此 不论在 哪个地方 天主 你 对 我 对我们工作 或者是经过 天使 你会发现 天主都是 你的园丁 或者是经过 先知 天主 也是 你的 园丁 或者是 经过 中途 天主 仍然 是 你的园丁 那么 我们 是什么呢 或许 我们是 那 伟大的 园丁 的 助手 而我们这种助手的工作 也是 借着 那 最大的 园丁 他自己 赐给 或者说 加添给我们能力 或者是说 也可以说是 他自己 所赐给我们的 恩宠 恩宠的英文是 Grace G-R-A-C-E 好的 现在 我们来看 第67篇 第二节的 后半段 以自己 的慈爱 荣光 照耀 我们 英文 是这样的 Lighten His Continence Upon Us 也许 你会问到 什么是 祝福 我们 人 说他自己 蒙受到了 天主的 祝福 的途径 有许多 的 途径 一个人 可以说 他自己 蒙受到了 祝福 以至于 他的屋子里面 充满了 在今世 所需要的 所有的东西 另外一个人 希望他自己 蒙受到的 祝福 是 他可以 得到 这个 一个非常 健康的身体 完美 无瑕 的身体 另外一个 可能会说 他自己 蒙受了 祝福 如果 他 生了病 那么 以至于呢 后来呢 他 可以得到 医治 得到健康 那他说 他蒙到了 祝福 另外一个呢 他希望 他能够得到 儿女 并且 由于 没有儿女呢 他 变得 非常的 忧伤 他 希望 因为 他能够 得到 后代 或者是 子孙 那么他就认为 他是蒙到了 祝福了 这样看来 有谁 能够 把人 所希望 从天主 那 得到的 祝福 的项目 能够 一一的 数算 的轻呢 但是 我们中间 有谁 能够说 下面 所举出的 这些事 不是天主 的 祝福呢 比方说 如果 天主的 助手 或者说 园丁 因为工作 而产生 果实 这不是 神的 祝福吗 或者说 有一个人 他能够 在他家里面 充满了 现今 时代 所需要的 许许多多的 东西 这 难道 不也是 天主的 祝福吗 或者说 一个人 因为保养 身体 保养得好 以至于 他不会 失去了 健康 或者说 他曾经 失去了 健康 后来 得到医治 又恢复了 健康 这一切的一切 不都也是 天主的 祝福吗 每一个 蒙受 祝福的 灵魂 是很简单 很单纯的 英文是 simple Every soul that's blessed is simple s-i-m-p-l-e 这样蒙受 祝福的 灵魂 他不会 被 这个世界上的 事情 所 牵绊 也不会 将他的 这个 翅膀 萎缩 掉在地上 好像 不能飞了 一样 这种 蒙到 祝福的 灵魂 却会 将他的 德性 的 光芒 照耀 出来 德性的 英文是 virtual V-A-R-T-U-E-S 这种 蒙受 祝福的 灵魂 会用他 那两个 有爱的 翅膀 飞到 自由的 空气之中 他 不会 在他 这个 受着 压迫的 情况之下 成为 退缩的 他 反而会在 那种 情况之下 得到 安息 他会很有 安全感的 这样的说 我们来看 约伯传 第一章 第二十一节的 经文 我赤身脱离母胎 也要赤身归去 上主赤的 上主收回 愿上主的名 受到赞美 The Lord The Lord has given The Lord has taken away As it has pleased the Lord So has been done Be the name of the Lord Blessed 但是 任何一个软弱的人 都不需要 这样说 我什么时候 才会像这样 这个 圣洁的 约伯 有着这样 崇高的 德性呢 希望他 千万 不要这样说 你现在 虽然 看到这一棵 宏伟巨大的树 作者的意思就是说 你看到 约伯这一棵 巨大的树 那是因为 你现在 才出生 你是在 这棵 大树的 枝 干 和叶下 得到 清凉 得到凉爽 而 这一棵 大树呢 就像是一个 开关 A switch SWITCH 它开启了 你的眼目 你的眼光 你的眼见 但是 你心里面 会不会 感到 惧怕 惧怕什么呢 惧怕 像约伯一样 那些 很好的 儿女啊 财产啊 牛羊啊 甚至于 他自己 身体的健康 都被 剥夺了去 你 会不会害怕 你也 变成像 约伯一样 被剥夺了 这一切的事情呢 你应当 观察 这些事 的发生 也会 发生在 邪恶的人 身上 因此 你 为什么要 推迟了 你的 悔改 或者是 改变 你的想法呢 你 惧怕 你做 善事的时候 你做善人的时候 这些东西 会从你 剥夺 而去 如果 你是 作恶 或是 恶人的话 这些东西 也有可能 从你那里 剥夺 去的 如果 你是 一个 善人 而 这些东西 被 剥夺 走了 在你旁边 有一个 安慰者 他把这些东西 剥夺走 剥夺走的时候呢 可是在你旁边 有一位 安慰者 安慰者 英文就是 Comforter C-O-M-F-E-R T-E-R 装 精子的 饱盒 是空了 但是 你的心里面 却 被 信心 充满 从 外观上 看起来 你是非常 可怜 非常 贫乏的 但是 在内里面 在心里面 你却是 富足的 而你所拥有的 那种 富足 你带着他 跟随着你 你是不会 失掉的 不会失去 那种 富足的 就算是 你经历了 一场 灾难 像是 船被 沉没了 船 沉没 而你呢 却 经历了那种 传承 逃脱之后 你几乎是 全身裸露的 情况之下 你仍然不会 失去 那种 在你心里的 那种 富足 为什么 你不会 失去 那种 富足呢 而 如果你是 行恶 你是恶者的话 或许 这种 富足 就会 失去了 相行 之下 两 两种 情况 相比较的话 你就知道 什么是 对你是 有好处的 也就是 你做一个 善人 虽然 你失去了 一切 你的内心 仍然富足 而行恶的人呢 他却 失去了 这个 却没有 你所拥有的 那种 富足了 你不是 也亲眼 看到过 恶人 他也是 会 失去了 他的 所拥有的 吗 但是 恶人 失去了 他所拥有的 那些的时候呢 他们几乎就像剥夺了一切的一样 他们的空 屋子是空旷的 他们 更空旷 更 更虚空的是 他们的良心 也 空了 不发生作用了 不论如何 当恶人 失去了 这些的时候 他 在外观 看起来 他没有 能够 抓住 任何的 东西 在他的 里面 在他内心呢 他也找不到 任何 能够让他 安稳 让他心里面 得到 安稳 能够得到 安息的 任何的 东西 或者是 任何的 德性的 他在没有失去 这一切之前 他在人前 炫耀 他的 所拥有的 财富 但是 当他失去 这一切之后呢 他就会 从这些人的 眼前 消失了 逃走了 因为 现在 他已经 不能在人前 再去炫耀 他自己了 他也不 回归到 他 真实的 自我 因为 在他里面 他什么都没有 在他的里面 是空空的 什么都没有 这是因为 他没有 像蚂蚁学习 这个 比喻呢 是记载在 在 箴言 第六章 第六节 到 第八节 我们来看 第六节 懒汉 你去看看 蚂蚁 观察 他的作风 便可得 些智慧 他没有 领袖 没有监督 没有君王 却在 夏天 却 只准备 粮食 在 秋收时 激 除 养 尿 恶人 他没有 像蚂蚁 那样 夏天 继续 击除 这个 粮食 奥古斯丁说 当我说 夏天 指的是什么 夏天呢 就是指 他有一个 安宁的 生活的时候 当他有着 世界的 丰富 资财 的时候 当他有 闲暇 的时候 或者说 当他被人 看为 是很快乐 的时候 那就是他 夏天 的时候 他应该 学习 蚂蚁 他应该 在 夏天 那个时候呢 要听 神的话语 他应该 为他自己 积蓄 草粮 并且呢 他应该 将这些 粮食呢 在他里面 积蓄 起来 那么 在他 遭遇到 苦难的 熬练 的时候呢 当他的冬天 尚未来临 之前 或者说 那个 苍茫的冬季 来临之时 比方说 人生 恐惧的 波浪 哀伤的 悲凉 或者是 有什么 巨大的损失 生命 受到 危险的 危机时 或者是 家人 去世时的 那种 悲哀 或者是 任何的 失去了 荣誉 或者是 被羞辱 的时候 这都是 他人生的 冬天 之时 那么 蚂蚁 在这个时候 他就 躺 休养 在他 夏天 所积蓄的 那些 粮草 之上 在他的 里面 在他内心 有一个秘密的 厨藏室 那是 没有人 看得到的 在那厨藏室 里面 有着他 夏天 劳苦 所积攒的 粮草 藏在那 厨藏室 里面 在 夏天 的时候 他 为了自己 所积攒的 这些 东西 的时候 每个人 都看到他 在做这个事 但是 在他 冬天 他 靠着这些 夏天 所积攒的 来维持 生命的时候 却没有人 能够 看得到 这 指的是什么 一 因为你看到 天主的 蚂蚁 他每天 早上 起来 他 非常的 急忙的 走到 天主的 教堂 他 祷告 他 听 讲道 他 唱诗 他 消化 他 所听到的 东西 在他 自己来 讲 他 也会 反复的 思想 他 在他 里面 心里面 积存了 这些 他 所 反复 搅決 之后 所 得到的 那些 神的话语 奥古斯丁 在 这里 说 在 神的 全辈 的 护卫 固位 之下 看顾 之下 听到 我刚才 所说的话 的那些人 要 照着 这样去做 并且 在 所有人 看得到的 状态 之下 走到 教会去 从 教会 回来 去听 教会 所 传讲的 信息 去听 讲道 去选择 去选择 一本 教会 的 书 把它 打开 去 读它 当一个人 在做 这些 事情 的时候 他是会 被别人 看到的 这正像 一个 蚂蚁 他 正在 他的人生 道路上 踏步 前行 他 在 人 看得到 他的 情况 之下 他 扛着 并且将 这些 东西 储存 起来 在 某一个 时间 他的 冬天 来到了 有哪 一个人 会 不遇到 他 人生的 冬季 时刻 呢 在 这个 冬季 的 时刻 他的 机会 失去了 他的 悲哀的 时节 到来 别的人 或许会 怜悯 他是 这么的 可怜 他们 却 不知道 那 一只 蚂蚁 他 在 他 里面 有 多么 丰富的 粮草 去吃 并且 看到 他 的人 会 说 遭遇 这样 事情 的人 真是 可怜 啊 遭遇 这样 事情 的人 你想 想 看 他的 精神 他的 心理 状态 是 怎样 的 呢 他 受到 多么 大的 折磨 啊 有着 这种 态度 的人 他是根据他自己来衡量事情 他根据他自己的力量来同情这位蚂蚁 他因此就被蒙蔽了 因为 因为他 用来测量自己的那个良度啊 他 来 运用在他所不认识 所不知道的 别人的身上 奥古斯丁说 哦 懒惰的人啊 应该在夏天 你还能够 有能力的时候 积蓄粮食 到了冬天 到了冬天 你不能再积蓄粮食的时候 你可以去吃那夏天你所储备的那些粮食 这是因为有这么多的人 当他遭受苦难的时候 他没有机会再去读任何的东西 或者去清任何的东西 或者 他们也见不着 任何可以安慰他们的人 那一只蚂蚁 呆在自己的草里面 让他看看 他是否在夏天 储蓄了足够的粮食 以至于他在冬天的时候 能够拿出来食用 好的 现在我们来看圣永吉 第67篇第二节的后半段 以自己的慈爱荣光照耀我们 英文是 lighten your countenance upon us 这一段的经文有两个解释 这两个解释都必须给出来 他说 lighten your face upon us 意思就是说 让你的荣光向我们显露出来 因为天主从来没有把自己点亮了起来 好像他曾经没有亮着起来过 第67篇第二节 乃是说天主向着我们发出亮光 或者说照射亮光 以至于那些 向我们是隐藏的东西 会向我们打开 并且那些曾经对我们是隐藏的 因着天主的照亮而向我们打开了 或者说是光照了 这可以很确定的说是这么回事 Your image lighten upon us 你的形象 照亮着我们 照亮着我们 形象 或者说肖像 英文是image I-M-A-G-E 照这样 他所说的就是 以自己的慈爱荣光照耀我们 英文是 lighten your countenance upon us 你将你的脸面 your countenance 印刷在我们上面 印刷 英文是imprint I-M-P-R-I-N-T 这就正如创世纪第一章 第26节所说的 我们来读经文 天主说 让我们造我们的肖像 按我们的模样造人 你造着 创造你自己的钱币那样 创造了我们 但是 你的肖像 你的形象 不应该停留在黑暗之中 射出你的智慧的光芒 让它扫除我们的黑暗 将你的形象 或者说肖像 照耀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知道 我们自己 正视你的肖像 或者说你的形象 让我们来听一听 在雅各书第一章第八节 所说的 If you shall not have known yourself O fair one among women 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呢 它是说 如果你不知道你是照着天主的肖像而照的话 O教会的灵魂啊 你是极其尊贵 极其宝贝 是被无罪的羔羊的血所赎来的 你应该观察到 你应该观察到你有何等大的价值 你应该思想 天主所给你的是什么啊 因此让我们说 或者说让我们渴慕 愿天主用他脸上的荣光 照亮我们 May lighten his face upon us 我们穿戴着他的脸面 这就像是一个君王的脸上 所应该具有的那种态度 应该具有天主所独有的那种神圣的脸 而那个脸是按照他的肖像所拥有的那种脸 但是一个不义的人 他不知道他自己拥有天主的那个肖像 为了让天主脸上的荣光照亮他们 他们应该说什么呢 他们应该说 You shall light my candle O Lord my God You shall light my darkness O天主啊 请你点亮我的蜡烛 O天主我的神 请照亮我的黑暗 我现在是正处在于 罪恶的黑暗之中 但是借着你的智慧的光芒 扫除我的黑暗 愿你的荣光出现 愿你的荣光照耀 或者经过我 他显得有一些扭曲 但是借着你 但是借着你天主 你创造了我 虽然我现在是有扭曲 但是借着你 那个扭曲会重新的被再造一次 好的 现在我们来看 第67篇第三节的前半段 为使世人认识他的道路 英文是这样的 that we may know on earth your way 在这里所说的on earth 就在这里 就在今世 we may know your way 我们可以得知你的道路 那么什么是你的道路呢 那就是会指引到 或者是引导到你那里的那条路 让我们认识到 我们是否走在 走在到你那里去的那条路上面呢 在我们走在你所要 我们走到你那里去的那条路上 我们应该认识到 我们走在哪里 我们到了什么地步 如果我们是走在黑暗里 那我们就认不出来了 当人们在人生的旅途上 行走的时候 你离人是多远啊 然而你却赐给了我们一条 当走的路 只有借着这条路 我们才能够必然的 归回到你那里去 为使世人认识他们的道路 英文是 Let us acknowledge on earth your way 那么什么是我们所希望走上的 他的那条道路呢 为使世人认识他的道路 That we may know on earth your way 我们将在这一个题目上 追寻答案 不是借着我们自己去学习得到答案 我们可以借着福音书来得到答案 我们来看圣若望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 天主在那里这样说 天主在那里这样说 我是道路 在真理之中 谁会走错了路呢 那就是离开了真理的人 才会走错路 真理是基督 The truth is Christ The way is Christ 道路是基督 走在真理和道路之中吧 你是否害怕 在你得到基督之前 你就死了呢 然后我们看基督怎么说 I am the life 我是生命 他说 我是道路 真理 生命 He said I am the way and the truth and the life 他似乎是在说 你在害怕什么呢 经过我 你来走路 向着我 你走路 在我里面 你得到安息 Through me you walk To me you walk In me you rest 那么 六十七篇第三节所说 为使世人 知道他的道路 英文是 We may on earth know your way 这岂不正是说 We may know on earth your christ 中文是说 为使世人 认识 他的基督吗 但是 让我们 用 经文 诶 诗篇的经文 来回答这个问题 否则 呃 你可能会 想 我们 是从 其他的 经文 归纳而得出的 结论 什么结论呢 就是前面 所说的 为使 世人 认识 他的基督 这个结论 也许 这个结论 是不足的 但是 在下面一节 经文 跟着来的经文 英文是 in all nations your salvation 你所问的是 in what earth 答案是 in all nations 也就是中文 所说的 万民 你在寻找 什么道路呢 答案是 你的救赎 your salvation 这岂不是说 基督是 他的救赎 吗 我们现在来看 路加福音 第二章 第三十节 因为 我 亲眼 看见了 你的 救赎 英文 是这样的 for my eyes have seen your salvation 这是记载 路加福音 有一位老人 叫西莫印 英文 是 西眠 这一位 正义 虔诚的老人 他一直 期待着 以色列的 安慰 在路加福音 中所记载的 这段话 一直保留 到 这么多年 所记载的 就是 圣言的 婴孩 起的死 这里所说的 圣言 英文是 W-O-R-D 是 指的是 墨西亚 或者是 基督的 婴孩 起的死 路加福音 第二章 第二十八节 还记载了 这一位老人 用双臂 接过 这一位 天主的 圣言 的 这一位 婴孩 用双臂 接过 他来 那么 在 玛丽亚 怀孕的 子宫中的 这一位 他是否 要 降悲 自己 或者是 驱救 自己 到一个 老人的 手中呢 在 一位 童真理的 子宫中 的 那一位 和 在一位 老人 手中的 是同样的 一位 这在 童女的 肚子中 和老人的 手中的 这一位 软弱的 婴孩 要赐力量 给我们 而 万物 是 借着 他 而造成的 凡受造的 没有一样 不是由 他 而造成的 这是 记载在 若望福音 第一章 第三节 既然 万物 都是 借着 他 而造的 那么 包括 他的母亲 这位 童真女 也是 借着 他 而造成的 他 谦卑的 来到了 世界 他 软弱的 来到了 人间 他所 穿着的 软弱 会 变成为 强壮的 中途 古宝路 在 格林多 后书 第十三章 第四节的 前半段 这样说 他虽然由于软弱 而被钉在 十字架上 却由于 天主的 德能 仍然 活着 英文是这样的 Though he was crucified of weakness Yet he lives of the virtue of God 因此 他被 放在了 一位老人的 手中 但是 那位老人 怎么说呢 他很欢喜 的说 他应该 被释放了 意思就是说 他可以 安然的 去世了 因为 他亲眼看到 他手中 所抱着的 这一位 是 借着这一位 在这一位 里面 正是 这位老人 他自己的 救赎 或者说 救恩 在这里呢 救恩 salvation 是大写的 指的说 他所抱着的 这一位 是 天主 他的 救赎 或者说 他的救恩 在路加福音 第二章 第二十九 第三十节 这样说 主啊 现在可照 你的话 放你的 仆人 平安 去了 因为 我 亲眼 看见了 你的 救援 Now you let go O Lord your servant in peace for my eyes have seen your salvation 因此 我们可以照着 圣勇集第六十七篇 里面所说的 愿天主 联名我们 并祝福我们 以自己的慈爱 荣光照耀 我们 为使世人 认识 他的道路 万民得知 他的救赎 英文是 May God bless us and have pity on us May he lighten his countenance upon us that we may know on earth your way 在哪一个 世上呢 in what earth 是在 所有的 万民中 in all nations 是什么道路呢 是天主 你的救援 或者说天主 你的救赎 your salvation 在万国 或者说万民 得知了 你的救恩 跟着而来的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 第六十七篇的 第四节前半段 天主 愿万民都称颂你 英文是 Let the peoples confess to you O God 在这里 confess C-O-N-F-E-S-S 我们通常以为 confess就是说认罪 指的是 向天主 或者是祭司们认罪 但是这个字 也可以翻译做 任性 declare faith in 宣告对 天主的信靠的意思 天主教的思考本 翻译做 称颂 基督教的 和和本 将它翻译做 称赞 在这里 诗人 他说 所有的人 都要 称颂你 万民 all the people 称颂 confess 在这里 诗篇的作者 说有着一个异端 heretic 在非洲 我有人民 在世上另外一个角落 也有 他的人 并且 住在加拉太的我 这个加拉太 也有人 你在非洲 他 在加拉太 因此 我 宣告 这一个称颂 是在 所有的地方 都有这样的人 在称颂 天主 当你听到 这一节经文 天主 愿万民都称颂你 你 如果 宣称 那是你独有的 那你真是大胆啊 请听第四节的下半段 愿列帮都称赞你 英文是 Let Their confess to you or peoples 因此 你 你应该 你应该 与万民 一同 来走上 那个道路 你应该与万民 一同 走上 那个道路 哦 平安的 儿女们 哦 大公 教会的 儿女们 你们 应该 走上 这一条 道路 当你们 正在走的时候 要寻找 以至于走上 这条道路 远离正道的人 他们 用他们的劳苦 来 呃 欺哄别人 说他们是 呃 走在正路之中 当你们 走在这条道路上的时候 要 欢畅 借着这条道路 我鼓励你 要用这种方式 来唱 那就是 要唱一首 新的歌 不要有任何的人 再去唱那些 老旧的歌了 用你自己 本身 乡土的 爱的那种歌 来唱 任何人 都不要再去唱那 老旧的歌 这是一条 新的道路 新的旅途 新的歌曲 你来听听 中途是怎样 劝诫你 来唱 这首新歌 我们来看 格林多后书 第五章 第 十七节的经文 所以 谁若在基督内 他就是一个 新受造物 旧的已成过去 都成了新的 英文是 whatever therefore is in Christ is a new creature all the sins have passed away behold they have been made new 你在这条道路上 唱新歌 而这首歌 是你在 全地上 在万国中 所学得的 在地上 哪里学的呢 在 所有的国家中 所学的 在万国中 所学的 因此 甚至于 这首新歌 也不是只有 属于某一个地方 才有的 那认为是 某一个地方 独有的 他唱歌的时候 他所唱的是 老的歌曲 他喜欢唱什么 他就唱什么歌 但是他所唱的是 老的歌 或者说 旧的歌 那是 老的人 或者是 旧的人 所唱的 他是一个分裂的人 他是一个 属血肉的人 真的 只要 只要 他是在一个 属血肉的 情况之下 他就是 老的人 是一个 旧的人 只要 他是在一个 属灵的 情况之下 他就是那种 新人 我们来看看 中途保路 是怎么样的 说这种情况呢 在 格林多 前书 第三章 第一节 这样说 所以 弟兄们 我从前 对你们说话 还不能把你们 当作属神的人 只能当作 属血肉的人 I could not speak to you as if to spiritual but as if to carnal 如何证明 他们是 属血肉的人呢 我们来看 格林多 前书 第三章 第四节 这人说 我属保罗 那人说 我属 阿波罗 这样 你们 岂不成了 俗人吗 英文是 while one says I am of Paul but another I am of Apollos Are you not carnal 因此 在 圣神中 你要唱的是 一个新歌 是 在一个保险 安全的路上 唱的 正像是一个 行路 或者旅客 一样 在唱这首歌 有的时候 这个旅客 他甚至是在 晚上 晚上行路的时候 唱这首新歌 对这个 晚间 行路者而言 所有的事情 都弯曲不平 像是一个 曲奇的 道路的时候 或者 这首新歌 不常被听到 但是 却仍然 在被人唱着 而且呢 环境越是安宁的时候 在黑暗中 就感觉到 越是可怕 或者是恐怖 虽然如此 就算是 害怕 那强盗的人 在晚间 他仍然是唱着歌 因为 在基督里 唱这首歌的时候 你是 多么的安全 在这条路上 是没有强盗的 除非呢 你放弃了走这条路 而落入了强盗的手中 为何要害怕 去称颂天主呢 称颂 或者说是 confess 为什么要害怕 称颂天主呢 并且 在你的 称颂之时 你是 与 所有万国的人 一同的 唱一首 新歌 与 全世界 所有的人民 一同的 唱一首 新的歌 在 所有万国的 子民之中 在大公教会的 平安之中 你会害怕 向天主 称颂赞美吗 或者说 confess to God 你怕 这样做 因为你称颂天主 他会 咒诅你吗 或者说 你向他 宣告你的信心 他会 咒诅你吗 如果你不向他 承认你对他的 信靠 那么你是处在一个 隐藏的状态中 将自己的 信仰的态度 隐藏起来 而你向他 承认了你对他的 信靠 他反而会 咒诅你吗 你害怕 向天主 去 承认你的信靠 或者说 你害怕 称颂天主 那么 借着不称颂天主 或者不向天主 承认你的信靠 就能够把你 信仰的态度 隐藏起来吗 如果你不宣告 对天主的信靠 或者说 不称颂天主 如果你不表态 或者说 不表现 你的信仰态度 你仍然是会被天主 所咒诅的 但是 借着 承认对天主的信靠 借着称颂天主 你就会被天主 所拯救的 哦天主 万民都要称颂你